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维斯莫尔确认有8名正在桥上工作的建筑工人落水 他们在事故发生时正在桥上浇筑混凝土 天亮后 铁桥坍塌惨况进现 肇事货轮仍停靠在撞击点水域 FBI巴尔地摩办公室26日声明 现无具体且可靠资讯显示此事与恐怖主义有任何关联 市场分析师说巴尔地摩港虽非美东最大港口 但每年进出口货柜逾100万个 有可能对全球供应链造成重大影响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3月25日签署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 该法案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停止14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账户使用权限 14岁及15岁未经家长同意使用的未成年人账户也被停用 并要求社群媒体使用第三方验证系统来确认使用者是否为未成年人 此法案被视为是全美最严格的社交媒体禁令之一 佛州众议院2月曾通过法案 该法案是完全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群媒体 但此法案被德桑蒂斯否决 认为该法案限制家长权利 德桑蒂斯此次签署的法案为修订后版本 允许父母同一年龄较大的孩子使用社群媒体 他表示社交媒体以多种方式伤害儿童 但这项法案能赋予父母更大的权利来保护孩子 该法案将于2025年1月1日生效 不过该法案并未提及任何特定社交媒体平台 电商巨头亚马逊3月26日宣布 将在纽约市和大洛杉矶地区推出处方药当日送达服务 这些处方药是通过亚马逊的在线药店服务提供 洛杉矶地区的圣贝纳迪诺县 河滨县和阿纳海姆都有资格从周二开始享受当日处方药配送服务 更广泛的大洛杉矶地区将于4月开始运行 该公司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在十几个其他城市推出这项服务 去年十月亚马逊开始在西雅图 迈阿密、印第安纳波里斯、凤凰城和德州奥斯汀等地提供同日送货处方药服务 该公司表示目前正在纽约使用电动自行车处理一些亚马逊药店的送货工作 并将在德州的College Station启动无人机送货服务 每天大划支援护手 各个基本的预考 公司会选择 自行